有一些技巧性的 那其實這些技巧性的 以前好幾期的時候都有講過 但是這一期來講的話 老師有把它套入歌曲裡面 然後讓大家練習 那其實來講的話 這一方面我回去是都還沒練習就對了 但是大致上來講的話 應該是接近農會辦公 也就是說應該都懂就對了 甚至像剛才來講的話 要吹一段的時候 要拿起來紙就可以隨便跟他畫幾筆 只是吹不出來而已 那這一點大概就是 還要再自己還要再努力 那我這學期我剛才一直強調說 其實我退步很多 那退步很多 最主要的原因我自己 自己我其實我也在想說 我在看我們班上 那有些後進的或者新進的 那我覺得說他們吹的非常的好 那最重要的就是他們 我是感覺上 可能他們舞台的經驗夠 所以他們上台以後不會緊張 也就是說他上台以後 吹出來來講的話非常的順 那所以 我在想可能這一方面來講的話 如果班上以後如果有機會 當然我記得說我們前幾期的時候 當然是大家一票人出去 啊在那邊吹吹那一堆人吹 那老師是說哇那個噪音很大 但是我是認為說如果有類似那種場合 一個一個來就對 讓他自己在那邊吹 吹一手兩手都沒有關係 那這樣來講的話 他上台經驗 一夠的時候 就不會說像今天老師有講到 鎖喉這件事情 所以我今天想 欸好像在講我啊 我前面幾次的話上去的話 聲音真的都追不出來就對 所以我是想 當然這一方面來講的話 還是還是要再有一些就是 有一些這些經驗 這些歷練就對了 這個是我自己要加強 那我想 其實整體上來講的話 我覺得我們這個班來講的話 真的這些後進跟進進的 真的進步非常非常的多就對了 那我跟水銀要再努力 我要比他更努力啊 謝謝